傳統裏面應該當我牧師說 你願不願意畫貧窮、畫腐足、畫健康、畫軟弱 都願意終身雙手啊 以前的說話就說 I obey 我信服 我願意遵從 現在呢 二十一世紀了 沒有人肯寫這些說話了 所以全部改了 I do 不單止妻子要敬虔順結 你的生活就要敢照 施奴彼得繼續說 要安靜、順服 因為有內在的穩美 安靜、順服 所以第三次就說 不要單注重外表的裝飾 例如卷頭髮、戴金色、穿華麗的衣服 不是說不可以有化妝 但是不要單單注重這些外表的東西 不是 因為化妝 英文好像都叫做 make-up 是不是make-up 是不是叫女人化妝 叫make-up 沒有反應 是不是叫make-up make-up make-up 就是make-up make-up就是make-up 不是實質 就是做出來的 所以呢 記住聖經提醒我們 耶和華對三母義說 不要看外貌和身材高低 我不簡選他 因為耶和華不像 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的 但是耶和華是看內心的 所以我們要看我們的內心 感謝主 剛才師班 或者樂團帶領我們唱的詩歌 都是叫我們要剔走內心的污衛 是不是 讓我們培養一個清潔裡面的良心 所以針言就提醒我們要保守你的心 聖國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裡面發出的 所以我們要在裡面存著溫柔安靜的心靈 作那些不能毀壞的裝飾 在神面前是極其寶貴的 針言三十一章三十節又說 艷麗是虛假的 美容是虛浮的 為經威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下個禮拜是母親節了 所以我給一些在座男士弟兄的貼士 記住記住要買花 不知道還來不第一次呢 是訂我們那個籌款的花 至少有一張的母親節的卡 你不知道寫什麼好呢 我給個貼士回去打開針言三十一張 那個才德的夫人 你就抄幾句就會令到你太太很開心的了 一定要歌頌功德 無愛的偉大 怎樣敬畏耶穌華 就是我內心的美麗啊 我們學習主耶穌 因為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節說 我心裡主耶穌是柔和謙卑 這些是裡面的質素來的 你們當父我騙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司徒彼得 方死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於是再給一個 舊約人物的例子 第五節 因為古時仰望神的聖結婦女 正是這樣裝飾自己信服丈夫 將薩拉 Sara 聽從阿巴拉罕 稱他為主 一樣 嘩 你說還得了? 我們現在二十一世紀了 要不需要回去叫他上宮請坐 其實這個典故就是 在上世紀十八章那裡 當時神的三個使者 要去審判所多馬 俄摩拉兩個邪惡的城市 路經阿巴拉罕的家的時候 當時就對薩拉說 你明年同樣這個時候 會生一個小孩 薩拉在心裡就暗笑 因為他叫起初他都不太信 半信半疑書 我既已衰敗 我主 即阿巴拉罕 稱他為主 也老迷 我的老公 都這麼老了 豈能有這些 豈是呢? 他尊重他的先生為主 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這個Lord 是細草 Lower case Master 什麼時候都有個大一點的 Upper case 大草的 Lord of Lords King of Kings 主耶穌基督 是騎著他的 所以你何必害怕呢? 所以在新約聖經 希伯來書 就稱讚薩拉說 他是 恩著信 連薩拉自己 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事 可順的 薩拉 是一個敬虔的 內在美的女人 為什麼? 因為 第六節 比特前書說 你們若果行善 不怕任何恐嚇 就是薩拉的女兒了 阿巴拉罕是信心之父 薩拉就是信心之母 他敬畏神 第一是因為他相信上帝給他的應許 第二是因為他願意接待軟人 他有Hospitality這個Gift Hospitality這個因此 不只是說一定要煮菜很厲害 很好吃 請人吃飯 但是懂得款待天使 接待軟人或者客女的 就不知不覺接待了天使了 你願意伸出你的手 拿一杯的涼水給一個小子喝 就是一個才德的婦人 你去看針言三十一章 所說到這個才德的婦人 怎樣常常善待窮人 我都要感謝主 我很少在公開稱讚我的太太 駱平私慕 但是下個禮拜是母親節了 總要講幾句 你注意到我太太駱平是沒有什麼makeup的 所以幫這個老公 省了很多化妝品的錢 突然呢 當審敏仔小時候 他已經帶他們去food bank 食物銀行做義工 影響兩個審敏仔 所以clarence和melody 從小就是學習 去服侍幫助貧窮人 雖然他不是煮菜很聰明 不懂得請客 但是每逢過年過節 他都要接待 神欺那幫戒毒的青年人 讓他們感受到基督的溫暖 讓他們知道神是愛他們 一個安靜的 怕醜的 是內向的 不懂得怎樣交際公開 場合說話的一個女子 當聽到一個丈夫說 不做醫生要做牧師的時候 肯定有很多掙扎 肯定有很多畏懼 肯定有很多懷疑 肯定是拔拔扯扯都叫了很多長交 但是我感謝主 因為他雖然口沒有稱我上公主 但是他用行動 信服了主耶穌他的安排 與呼召 願意為福音的緣故 為主的緣故 和我一起走侍奉的道路 我為此是非常的感激上帝 所以跟著 使徒彼得也對丈夫說 照樣 likewise 同樣的道理 in the same manner 信服不只是太太、妻子 要對丈夫的 其實是彼此信服的功課 所以大家再看第三章第七節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他給你軟弱 原文說是軟弱的器皿 是指著身體和體力那方面來講 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這樣便叫你們的討告是沒有阻礙 現在對男人對丈夫這樣說 兩方面 第一 你要尊敬愛惜 體貼 軟弱 使徒保羅同樣 在《伊佛所書》五章二五節都說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寫幾 二十八至二十九節又說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顧色 正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to nourish and to cherish 使徒彼得就勸我們要合情合理的 體諒他給你軟弱 這個是指著體質上 他們道德上 他們心智上 從來都不一定是軟弱 只不過上帝的設計 是做男做女的時候 女性的體質是比較脆弱的器皿 所以我們就要看穿他 但是有時 現實都並非一定如此 因為我看過一個電視節目 Bill Cosby那個黑人 那個鞋聲有沒有看 Bill Cosby 那些是Comedy Show 有一幕他就說到 那個男人的丈夫 只是頭暈身慶感冒 已經喊生喊死了 又說要拿假這樣那樣 什麼都做不到 誰知道他的太太已經 已經 已經肺炎了 還是跟那些實施 去上學去買菜 去整個頭家 還是七手八腳 搞得那個家 多麼行 所以我們那些男人都不太行 但是邱清太博士 是家庭更新協會 是家庭更新協會 CFFC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他的美滿婚姻營 我們教會 今年七月又會又有了 所以我乘機買個告白 因為有病就醫病 沒有病就補身 他的分析幫助我們明白 原來男人丈夫是水牛來的 太太、妻子、女士是蝴蝶來的 水牛與蝴蝶 上帝設計我們 做我們呢 是生理上、心理上 甚至乎靈性上 都是有些的不同 我們要學習彼此的尊重 來去敬愛他 所以如果他稱得你為主 你都肯低威些 叫他是老婆大人 叫他公主行不行? 叫他皇后行不行? 叫他sweet heart honey 愛人 親愛 至少下個星期 記住要叫 因為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 彼得說 同承生命 你的討告就通暢了 soulmate 不是高過誰 誰低過誰 所以當Will和Kate Middleton結婚的時候 因為Kate Middleton是一個 commoner 一個平民百姓 所以有很多人都在希奇一個王族的 這樣來幫一個平民結婚 但是報紙人員就這樣說 他說 Williams 是一個 Helicopter Pilot 是一個直升機的飛機師 所以他拿著一個直升機 Mary's Lower 他願意 Humble 降碑 然後呢 就讓這個直升機 帶著這個Kate Mary's Higher 於是就 take off together 所以一降一升 正如子耶穌一樣 他的降碑 將我們提升到是上帝的 王子與公主的身份 不理你是什麼的文化 什麼的背景 什麼的歷史 不理你是猶太人 是中國人 我們過往都是重男輕女的 但是這裡 上帝給我們寶貴的原則 加勒太書三章二十八節 我們是同承受這個生命之恩的 因為並不分猶太人 欺利利人 至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罪 基督女都成為一了 我們都是男女平等 彼此尊重的 我們成為一家人 應做耶穌 所以你在你的家中 有沒有因為這樣的緣故 有family altar 是不是有一個家庭祭壇呢 因為上帝的應許說 你的討告就會通暢 丈夫懂得尊重妻子的時候 家裡面又有和諧 就會帶領敬賢的孩子們 有一個討告的生活 夫妻有沒有一起 時時的祈禱 面對著人生的危機的時候 不如意的祭遇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向上發出 對上帝的呼求呢 當我還是學生時代 我們就去高雲漢牧師家裡 開會 然後有時留在這裡吃飯 我就看到他怎樣的家庭祭壇 我們也是學那種的榜樣 開飯的時候 放好菜菜了 沈恩姐很心急想吃了 大一個人慢著 就拿了一本 每日靈涼出來 兩個cowboys呢 即是Fred和Ernie 他們就要輪流 讀這個 每日靈涼的 當讀的時候 是英文 所以婆婆 方婆婆 即是高師母媽媽 是不懂英文的 另外一個 就要將英文的內容 翻譯成為中文 告訴婆婆 然後大家一起 和心祈禱謝飯 然後才開始 那一頓飯菜 家庭祭壇 要從我們 是聖恩仔 小時候 開始來到去 培育 由夫妻父母 作一個 的榜樣 上帝說 這樣 你的討告 就會通常 就不會有阻礙 因此第二 我們進入神的家 亦都同樣的和諧 當我們能夠 是相敬如賓 在我們的婚姻家庭裏面 我們亦都會和諧共處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善神 大家庭裏面 有相愛合一 同樣分以下兩方面 第一 我們要同心互助 溫柔謙卑 因為第八節 彼得就總括來說 你們要彼此同心 互相體恤 親愛像弟兄 滿有溫柔 全心謙卑 這裡短短的一節經文 用了五個詞句 叫做imperatives 阿富 在西瓜 你得到了